OK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时间的定位 我们讲时间定位的时候呢 我们先从不如就从大的块想 年我们先说一说年 说到年呢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些数字 数字呢我们之前学过千 你知道千理论上都应该会了 但是呢因为也没有特别多的复习过 所以说可能有些忘记 但没有关系 我现在呢首先讲一下这个百是桑 有印象吧 有 有桑千米还记得吗 莫拉 桑迪麦特 对 密了 桑是百 密了是千 OK 注意密了这个词是 阿拉亚的什么意思就是他不变 他总是写作这样 不管是复数还是什么没复数 他就是这么写 百都不一样的 百是一个名词 当你说一百 当你说二百的时候 寫作这样 那当你是这个的时候呢 注意他只有整百的时候才有X 当是二百零一的时候呢是 没有A是 Due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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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只有整整百的时候后面桑 嗯 后面才有S 这是补充一点啊 但今天我主要想讲的是 比如1996年 2005年 怎么说 OK OK 好 首先我们书上呢 有一种说法 比如说1986年 首先最简单的 他给省略了 他把19给省略了 他直接就说 86 这是这种改的方法也可以 我们经常讲说86年的时候 对吧 这怎么说呢 Gateven 6 对 四个二十吗 就是86 就是86 对 但是当你想说完整的情况下 比如说1986你怎么说呢 两两一说吗 嗯 他其实就是把这个数念出来 就是1986 OK 他等于跟英语不一样啊 什么1986不一样 他是把这个数念出来了 那如果是 比如说你要是把这个写出来 怎么写呢 就是全都给念出来 Mila 9 100 注意这块没有S 80 86 1986 1986年 OK 那注意一下 1986 他等于说是把这个数整个给写出来了 对吧 那特别注意一点 如果是1986年的话 你就直接说Mila就可以了 前面不用加什么Ami了 不用加这个I 直接就Mila就好了 但是如果是2000 比如说2005年呢 这句话怎么说呢 你这个DU就要写出来了 2005ming 就是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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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如果我们今年怎样说呢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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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ok了 ok 这个就是年的说法 如果就是把这个千百 什么十什么都念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呢 因为我们也活不到什么21几几年了 我们就记住是 dumile 后面直接加 这个个位或者是十位的数字就好了 ok dumile 好的 那这个就是年 那如果我说在 2005年 我应该就错了 课问你也提到了 en très bien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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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en 2005 très bien 好 那年讲完了 一年里面我们说有 12个 月份 月份 四个季节 四个季节 4个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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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4个季节 12个季节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 就来讲一讲 12个季节 带着复习一下 4个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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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怎么写 然后前面加什么借词 ok ok 好 那么我们说音乐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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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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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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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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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6 7 7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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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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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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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前面他的解詞也是同樣 我說我們現在是二位份 注意啊這要用 nous sommes 記不記得我們有一科學是 比如說我們是二位十四號 不是用一了 不是用一了,一了的話 問時間的時候 你回答 一般會問我們幾月 一般會問我們的 日期 回答這個話是用 nous sommes 這個是要記住的 不是一了 不是一了 Nous sommes en février Nous sommes en fév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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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 Nous sommes en février 我們現在是2005年的3月 Nous sommes Nous sommes 你把這倆加在一起說 Nous sommes en février 2005年是 en mars Nous sommes en mars Nous sommes en mars Nous sommes en mars 2005 這就是我想講的 當你把這倆放在一起的時候 年前面的戒詞省掉 OK 只要一個戒詞就可以了 OK 那是月份放前還是月 月份放前 注意跟英語一樣 跟英語 但是 我記得英式的英語 應該是月在前日在後 美式的是日在前 月在後 OK 反正他們不一樣 但是whatever不用想 法語就是 法語當你表示 就是 精確到一天的時候 怎麼說呢 以前沒有加一個定番字 Le Nous sommes Le Gadance Février 2013 比如說 OK 當你說 你要表示 就是精確到天的時候 你表示日期的時候 你不要用on了 你要用Le OK 這是到天 Nous sommes LeGadance Février 2013 那如果我不精確到日呢 我說 我們現在是2013年的2月 Nous sommes OK Nous sommes en Février 2013 公平 那如果我現在連月都不說 我直接說年呢 Nous sommes en 2013 OK 就是這麼 年月日的表達 是這樣的一個戒詞 的關係 好 那說完這個以後 其實我們還是停留在年 我剛才說了把12月講 我現在還想講一講 四個季節 OK 這個記住了嗎 記住了 應該就很簡單的吧 對 永遠是最小的單位 放前面 放前面 OK OK 下面時間呢 我們來講一講四季 OK 4個季節 四個季節 好 第一個是春天 巴黎有一個春天百貨 對 怎麼讀呢 春天百貨也叫這個名字 夏天呢 愛的 啊 特別剛才說了 注意這個寫法 跟愛特的 Bartissi passé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但它不是 注意這話不等於 愛特的 Bartissi passé OK 愛的 接著秋天 Aud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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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這個 M不發音 Aud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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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 冬天 Hiver Hiver OK Hiver Hiver Predent Audonne Hiver Hiver Predent Audonne Audonne Hiver OK Tabia 好的 那下面呢我會講一講這個借詞 都是什麼 好 注意啊這個 我們先說從下往上說吧 冬天 再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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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onne OK 注意點讀 Audonne Audonne Audon Dominant Audonne 同 Audonne 那這塊呢 I don't know 想逗你一下 这块 大家都是 这一方要连读吧 这块不是 它是 注意所有这些词 还没讲 它们都是一个名词 是一个什么名词呢 阳性名词 所以说 所有这些 其实有规律的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也有可能是这个规则 但是我是没听说过 我学的时候就是 这三个是 这个是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用的不是一样介词 一个是 所以说成 就不一样 你就记住春天跟它们其他的不一样 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就是四个季节 比如说我在2014年的春天 我在吗 你这时候要说Noussame Noussame 春天 Noussame au pardon 2014年春天 en du mille 注意 注意啊 这块其实你只用一个介词就可以了 当前面有春天 你这块介词自动消失 就有一个 OK OK Noussame au pardon 我说我1988年的秋天出生 出生 我出生是 Nat Nat是原型 我出生是 Je suis 你要用复合过去 因为我出生这件事是 下半成的 Nat Je suis Nat Je suis Nat 如果是女性的话要这样写 Je suis Nat 春天出生 秋天 En Onton Onton En Onton En Onton En Onton D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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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e N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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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t K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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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t Hut Träs Bien Träs Bien Je suis Né En Onton 1988 OK OK Et Träs OK Träs 我呢 我想想想冬天 Je suis Né Je suis Né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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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bert Emm Mille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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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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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 那我先说 我说保罗 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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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出生 怎么说呢 保罗 Emm 先说保罗 出生 怎么写 Emm Je suis Avoir 的编位 是艾特 的编位 艾特 已经很多次搞混了 是 艾特 Avoir 一定要区别 区分 出生 死亡 Emm Voilà Bole Emm Bole Emm 出生 也是 Nay Nay 有E吗 没有 因为是个男的 Bole Nay Bole Nay Bole 什么时候 1995年的夏天 Nay Day Belen Nef Song Nef Song Nef 95年 Gado Wang Song G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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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e 这两个你用一句错 一个是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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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f En été1980加15等于1995 OK? 文字表 那这个就是四季 用在一个年里 形容人的出生是怎么做的 那我们现在学了 某某年 某某月 En été en temps en hiver au pendant 我们还学了 Le 我们还学了 6h du matin 那我们现在等于是 表示时间点 你会表示时间点了 但是我还现在想 带着你学习 总结一下 表示时间段 比如说我们学什么 Bandang Jusqu'à Jusqu'à 那这些东西 现在在黑板上 大家总结一遍 OK? 好 那现在看黑板 我写出了四个年段 11年、12年、13年、14年 那如果我说在这四年间 我怎么说呢 首先说四 你肯定有四年吧 四年是 Ga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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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说四年间呢 那应该是这个节词 Bang Bang当 Gatang 注意这个发音啊 不是Gatang 是Gatang 为什么? 写出来是这样 Ga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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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当Gatang 那我要说 从 2011年到2014年呢 A du A是du A Du A Du A 这块我当时学的时候 也很容易混 永远是du 在前 A 在后 怎么G呢 A是 比如说 阿西在 在六点 对吧 所以说 A你表示的其实是 D 你可以说是现在的 D呢 很简单了 它是什么意思 from 对不对啊 所以是 D 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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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你当说表示四年间 你可以有什么方法呢 第一 在四年间 第二 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让人家自己算 Due 2011 à 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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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 加上 所以就变成了 jusqu'en OK jusqu'en 2014 OK compris 這就是我們現在想說的三種用法 2011 2014 2014 2014 OK 特别 那你說 還有一個 à partir du 我們還要講第四個 à partir du 這是直到 直到的反應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à partir du 比如說從2011年開始 à partir du 注意這塊不要用什麼戒字 沒有戒字 直接就是à partir du 固定 dapé à partir de 2011 比如說從21到2014年 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是 2011 à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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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啊 可以這麼說完全可以的 但是呢 太麻煩了 太麻煩了 一般人都會求簡單 一定會說對什麼啊什麼 當然你想要用到這兩個詞組的時候 一般是單說的 從什麼開始 然後說直到什麼時候 不啦 你可能會說一句話 然後說這句話完成呢 就去講 get out 比如我說 我 直到2009年都在上大學 這 我可以說我是大學生唄 這句話應該用是 這句話應該用是 現在是 我說直到2009年 直到2009年 嗯 我說的是直到2009年 我都是大學生 你說你吧 就 只 呃 不是 直到是一個未完成過去時的狀態吧 太棒 太棒了 不是未完成過去的狀態 它是已經 複合過去時的應該是 嗯 因為已經有明確的時間點了 okok 有明確時間點了 直到這個時候 結束了 就 avours 就變一票 就 剛剛我們說了跟 是一樣的 就 就 就 ¡ 我说我一直上学,直到2012年 怎么说呢? J'ai fait mes études, faire les études是上学的意思 自作固定搭配 对啦,自作固定搭配 你说如果直到2020年,就说 J'ai fait J'ai fait mes études jusqu'en 2012 复合过去试 OK, mes études jusqu'en 2012 OK,OK,特别,就是这样 那如果说,我从20,比如说你的情况 你说你从2012年开始是学生 或者是大学学生 Educident 其实就是大学学生 那用直升是现在是 Voilà Je suis étudiante 从 a partir de 2000 20 20 12 注意啊,这个又混 对,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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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de abandon a partir de jusca jusquan OK 注意 2 10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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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感谢观看